但是因為你太熟了 很想快點結束 快點結束 很想快點結束 就是重演的時候會 有一下重演的時候我就看 唉 沒理由你 快點啦 其實我有玩過 因為這套劇 但是我是用了 我是用了我經理人的名字 我用了我經理人的名字 和我前同事的照片 我 combined了他們兩個 為什麼全部都是肉 吃蒸汽鍋不吃海鮮和肉 吃什麼 那你一定沒有看我的標誌 我是Vegan 那你一定沒有看我的標誌 我是一個瘦 開始發展了一個 不打不相識的關係 因為我是一個包容度很高的人 我覺得只要是喜歡的話 無論人數也好 性別也好 或者是 只要大家在一個共識的底下 可以相處 可以相愛 所以我會比較接觸多些人 而他比較接觸多些人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NTR的愛好者 就是他很喜歡去聊一些 已經有一個穩定關係的 或者是女朋友 或者是人妻 那他就很看不過眼 這件事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很不同 我們會不斷吵架 就是我們可能會 藏事上 會合法 之後 做完之後 可能就會不聊天 所以就是 就是 把所有怒氣都發洩在藏事上 對 就是我們會當那件事 可能就是純粹運動 就是這樣 應該這樣說 劇本寫得比較 再激烈一點 再細節一點 拍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還好 但他有些都會化了一些 很幽默的東西 去代表那件事 他是一個興起劇 所以都會有 始終是興起劇 始終是興起劇 我對著他就沒有的 是 這樣說好像不是那麼好 但因為我們太熟了 他想快點結束 快點結束 我想快點結束 即是重演的時候 會 有一下重演的時候 我就會看一看 唉 唉 是有的 我對著阿咪比較緊張 我和阿咪也有親戚 似乎阿咪也是一個比較 女人味重的人 沒關係 因為我和阿咪是第一次 因為這套劇的認識 我真的會溝通前很多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一個身材很好的人 所以 剛巧拍這套劇 之前拍《冰上火花》 那整班都會去做健身 所有人 連大日都會有 有些形狀 我在這方面沒什麼信心 有貨 但導演經常叫他脫 對 導演經常叫我脫 但我經常都認識 導演真的要脫什麼 我經常會這樣想 不如穿上一件背心 好不好 他經常都很快就穿上一件背心 穿上一件背心 在電影裡面 電影裡面直接穿 其實我有玩過 因為這套劇 但我是用了 我是用了我經理人的名字 我用了我經理人的名字 還有我前同事的照片 我結合了他們兩個 我又跟著大概 Jane的規定 或者她喜歡想的事情 去設定了一些條件 有些相類似的人 有發訊息來的 但是沒有 我一去到 可能問做什麼 我就說 糟了 我真的 我答不出來 我又不想說謊 算了 還是沒有這個方法 這樣 我不覺得他不可靠 但有時候 有些難 就是 不太肯定 嗯 還有我是一個 都需要安全感的人 就是很難得到信任 所以在這些Dating App 我覺得 都不容易得到我的信任 所以我都 都未試過成功挑戰過 就是我很需要自己的時間 就是會這麼黏 是 可能會溝通一兩次 不如給大家一點時間 如果一次兩次不行 就會開始爆了 我同意劇裡面所說的就是 這個世界上的關係 不只有一種 但是 我覺得所有的關係 前提下 都要有一個共識 嗯 它可以溝通 但是不可以答案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是 我一直相信的 一個 在戀愛上的一個價值觀 我又很開放所有的關係 只不過 同時間我都知道自己是 是 佔有肉強 所以 應該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未必可以 其實我對著他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他是對自己很有要求的人 連帶他對 他對熟一點的人的要求都會特別高 他從來對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特別高 因為其實這次我第一次拍這麼長的劇 那 而 之前的拍攝經驗 比較少 一天要拍二十幾百次 那 我的功課 我有些做得不夠多 真心是做得不夠多 那 他有經驗 始終都是前輩 那所以 始終都是前輩 那對於我來說 我是有一點下巴做的 開始的時候 但是每天就一拍完妝 就 我也會跟他對 這樣對 我覺得在這方面 就是 反而 熟所以才沒有這麼輕熟 就是因為你熟的時候 我不放過他 因為 我亦都 覺得他這樣做是好的 所以我們拍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 我特地避開了 太大壓力了 有點壓力 那 那一件事 對於我來說 很大成長 也要多謝他 始終認識了 15步開始認識到現在 所以 變成是 他這樣做 我很明白為什麼 我會很猛 因為我都知道 我自己做得不好 但是我正在找一個方法去 面對整件事 我們其實是剛剛 才談這件事出來 因為我真的有兩個人 我想見他 我問他兩次 你要不要賽後檢討 然後他都避開我 因為我是很喜歡賽後檢討 尤其是可以跟一些認識的 可能有些對手 你跟他不熟 就未必可以跟他一起賽後檢討 因為對手是最清楚你的人 他知道你有什麼犯錯的事情 或者有什麼做得不夠好的事情 或者有什麼可以再好一點 可以去談的時候 譬如我跟吳兆軒 Kohiso 我也有的 我們一起賽後檢討 我們三個就坐在我的車上 他是說真的 他開場白正 你要不了賽後檢討 然後我就說不要 兩次 如果好出那次又談 如果不是 現在不可以這麼坦白地去 說回這件事出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